明是八点党小生李健妇过去在许多戏剧作品中都有相当精湛的演出,近期更在TVBS,女力报道爱神出任务,中演出帅气律师,与女心李轩荣在戏里谈起超甜蜜恋爱,让观众看的是粉红炮。 而现实生活中的她与前妻离婚七年,是一位父代母职的单亲爸爸,但她却始终坚持让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仍有妈妈的陪伴。 根据中时电子报报道,今年母亲节王健妇如 以往一样陪亲爱的妈妈吃一顿饭,并送上一个大红包来孝敬妈妈的辛劳,虽然那并没有办法用任何金额来衡量。 除此之外,王健妇还陪着儿子一起制作母亲节卡片,寄给住在新加坡的前妻。 对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子每天睡前一定会传讯息给妈妈,跟她视讯。 这是我们华人传统的孝道精神,一定要做到。 图片取自中时电子报王健妇与妈妈的感情。 一直都非常亲密,在忙完工作后她大方表示我的女朋友来了,这个女朋友指的就是她的母亲。 原来王健妇晚上要带着妈妈和陈美凤以及圈内好友一同聚餐提早庆祝母亲节,过程中母。 子时长时只紧扣牵手,互动甜如情侣,让人看得非常羡慕。 王健妇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时常会拉着妈妈一起参与演艺圈内的聚会,久而久之妈妈也和陈美凤、蓝心梅等艺人成为好友,更。 风为福禄寿喜四姐妹,由于妈妈年纪最大,因此被称作福姐,而陈美凤则是受姐,大家聚在一起就像是回到少女时代一样,想必心情也能因此保持愉悦。 其实福姐的面容 保养得相当好,或许是因为拥有良好的运动习惯,王健妇表示妈妈是个游泳好手,平日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就是游泳跟打牌。 而福姐透露,王健妇一直都相当贴心而且幽默,常常逗得她笑。 呵呵,偶尔也会捉弄,吐槽她,笑妈妈是台湾国语,甚至还会偷拍她打瞌睡的影片,让福姐好气又好笑的说,都没有经过我同意耶。 母子俩虽然总是嬉笑打闹,但其实比谁都还惦记对。 方,福姐表示只要自己上台北,就是跟儿子一起睡,而王健妇则心疼表示妈妈前阵子都追韩剧追到凌晨三、四点,而且还睡在沙发,原来是因为不想吵醒工作相当辛苦的儿子,让她相当自责。 今年王健妇重心考取重鸡执照,第一个当乘客的就是妈妈福姐,她开心笑说,她有一天一大早竟然说要骑重鸡载我去吃好吃的蛋饼,咸豆浆。 我说我穿那么短的裤子怎么做鸡。 车啦。 虽然没有名讲,但其实一定很开心儿子有这样的心意。 以上图片取自脸书王健妇 JeffWang,说道母亲节愿望,福姐强调就像全天下的妈妈一样,只要孩子好,就好,顺顺利利,健健康康。 且再次赞赞王健妇是个非常体贴懂事的孩子,从来没有让他担心过,至于儿子未来的终身大事,他也不强求,只要儿子开心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